第十六章 光的绕色 Difflection of light 光有两种性质 一个就是光是指点 可以当作是一个一个点状的东西 我们先来称它叫做光子 光子的行为就是说 它有动能 有动量 并且它是直径的 就是走直线的 它的行径是直径 直线的前进 那么如果按照点光 按照这个光的指点说的话呢 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点光源 点光源就是它所射出来的光线 是四面八方 不止这一面有 这面也有 这面也有 四面八方辐射中的处具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摆一个障碍物 那么这个地方呢 摆一个屏幕 那么点光源出来的光呢 像这个就可以射到屏幕上去 这个以下的光线都被障碍物挡住了 没有办法过去 于是这个屏幕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应该是有光线照照的地方就是亮的 没有光线照照的地方就是暗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发现了 并不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地方 这里是亮的 那么这个以下呢 还是有亮的地方 慢慢慢慢的按下来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就是说光呢 另外有一种学说就是 它是波动的 它是波 光波 那么光波的话 点光源的光波是球 球面波 那么根据Huygens Principle 我们上一次讲的 波面上面的每一点 都是一个新的光源 而且这些光源呢 是相干的光源 就是同步光源 所以这个点光源 我们只画两个 这个是个点光源 那么这个点光源的光波 也是球面波 不过它的色线呢 还是辐射状的出去 所以你看它有色线 每一个点光源都会有色线 射到这个 都可以射到这里来 像这个可以射到更下面来一点 那么像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地方还是亮的 不过没有这个亮 慢慢慢慢地按下来 这就是从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 就可以把光解释为 它有波的一个特性 那么现在我们看 那么现在我们看 如果这是一个区缝 就是这里都把光挡住了 只剩下一个缝缝 但这个区缝我画得比较大一点 这里摆一个点光源 点光源的射线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它是一个球面坡 那么球面坡在这个地方 每一点都可以当作是点光源 于是就像它四面八方辐射 这一点四面八方辐射 总是有一条射到P点 这一点点光源也是总是有一条线射到P点 所以P点会有好多个点光源发射的光射到这里来 于是这些光因为是同步光源 相干的光源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会根据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就是重叠原理相加起来 有时候是亮文 有时候是暗文 有时候是介于亮文跟暗文之间 像这个点光源距离 遮凤有限距离 屏幕与遮凤的距离也是有限距离 这一种的干涉 我们称它叫做fresnel diffraction fresnel diffraction 另外有一种呢 这种的defraction不好算 因为你要从这里 这些光到这里来 它们之间的相差 跟光线与光线之间的路径差不好算 那么另外有一种 就是说霞凤在这里 那么点光源呢 它在无限远的地方 无限远的地方射过来的光 虽然是球面坡 但是因为它的半性趋于无穷大 所以到这个地方呢 几乎就是平面坡 所以呢 这个坡还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点光源在无限远的地方 那么屏幕呢 也是距离狭凤无限远的地方 但是我们并不是把光源摆在无穷远 把光源摆在无穷远呢 那到这个地方的intensity会减弱到 你根本看不见 那我们就是用一种办法 就是在这里摆一个透镜 凸透镜 那么点光源就摆在凸透镜的焦距上面 焦点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发散的光 经过透镜以后就变成一组平行的光 那么这个平行的光就跟这个 这个点光源一样 它会产生四面八方的辐射 那有一组 有一组就是 都朝这个方向 照射的这个光线 那再经过一个透镜 就聚焦在这个地方 那这就好像是 这个屏幕摆在无限远一样 这个屏幕 就是说这是它的焦点 就好像是 没有屏幕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是平面波 这个出来的是球面波 到了这里以后呢 就聚集成为一个 这个平面波 就好像这里是一个球面波 具体到这个地方一样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这个也不是摆在无穷远 其实真的也不是无穷远 它是摆在一个 这里我们弄一个透镜 凸透镜 这是它的焦灭上面 那这种的绕色 我们称它叫做 Franhofer diffraction 这种的绕色就是说 它到P点的时候 这两条线 我们可以看这是平行线 因此它的路径差很好算 它的向差也很好算 所以我们在现阶段 我们就是用这个 Franhofer diffraction 我们不谈这个Frasnel diffraction 那么Frasnel diffraction 它有几个点形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把点光源 照射一个针 一个小小的指点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钢珠 让钢珠焊在一根针上面 悬在空中 那么光圣照过去以后 我们发现了 在屏幕上的这个影像 是这个样子的 暗闻亮闻 再暗闻 再亮闻 再暗闻再亮闻 那么这些都是它的 干涉条纹 那么当中这个最亮 因为 这个钢珠的周围 距离这个屏幕的中间这一点 它的距离都是一样大 所以这些光波 在这一点都是铜像 于是它就是最大的一个 instructive interference 最大的一个箱长感色 所以最亮 像这个是刀片 用这个点光源来照射 我们发现了在屏幕上面 这是刀片的本身 你看这个旁边 这个不太清楚 有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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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干涉条纹 而是暗闻跟亮闻相间 这个地方也有干涉条纹 不过这个很难算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Francofer diffraction 这个是一个透镜 这是一个狭缝 它的宽度是A 宽度A 那么在这个地方出来的一组 这个坡面 上面可以分成无穷多个 随便你要分几个 点光源 每个点光源都像四面八方辐射 有一组 大家都有一个平行的色线 这一组 经过透镜以后 聚焦在胶面的上面的P点 P点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 这个P点 它的强度是什么 就是光线射到这里 它有时候是亮闻 有时候是暗闻 有时候是 不是最亮眼 不是最暗 那么到底它的 intensity是多大呢 我们 现在要来看看 这个intensity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intensity 跟这个位置有关 你不同的位置 它的intensity会不一样 它跟我们 它跟我们 双霞凤 双霞凤干涉 不一样 双霞凤干涉的话 它的条纹 是亮纹 每一个亮纹 大概亮度都是一样 那么 每一个都一样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里有亮纹 这里有亮纹 这里有亮纹 这个强度都一样 但是在绕色就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的亮纹 跟这个地方的亮纹 就是说它的强度 这里的强度 跟这里强度就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怎么算它 我们假如 把这个 经过霞凤这个地方 平面波 它的光波 它同步 光波上面产生的 同步的点光源 它射到某一点 的强度 我们用这个 10来表示 10来表示 就每一个点光源 那么现在我们看 我们看前面这个 还是要看前面这个 这个是θ 就是p点在这里 每一点射到这里的点光源 都是一样 OK 都是一样 那么这个是p点 跟中间 狭峰的 终点到这个 屏幕的终点的一条直线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每一点的点光源 射到这个地方的这个 电场 我们都 电场 因为它的 函数是10 用cos也可以 用3也可以 cos omega t 减 kx 或者kr 那么 射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这个10 大家都一样 都一样 每一点是一样 每一点一样 但是射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距离不一样 所以它们之间有相差 有相差 射到这个中间来的时候 那么这一组线 是水平的一组平行线 所以到这里头 这个地方就没有相差 没有相差 就是说 每一个点光源射到这里来 都是同相的 OK 现在我们 好 现在我们 我们来看 它射到这个中间的那一点 就是 θ等于零的这一点 因为每一个点光源的电场 都是同相 所以它就是有N个点光源 那么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电场 都是同相 那么它的总电场 就是这些加起来 就是这些加起来 OK 那么因此 你有N个 那它就是N倍的10 那么这个地方的强度 就是N倍的整个的平方 就是强度 那么这个地方是最强 OK 它的E total是10 E diffraction 就是由绕色而产生的maxima intensity 就等于E total的square 等于这个的平方 好 如果 这个就是这种情形 如果是P点呢 P点因为每一点都有相差 而且相邻阳点的相差都一样 所以它就是变成一种弧形的 弧形的 OK 那么这就是 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P点的总电场 但这个总电场要比这个总电场 比N倍的10要来得小啊 那这个Delta呢 就是第一个点光源 那么最后一个点光源 就霞峰那里 霞峰的最上端 跟霞峰那里最下端的顶光源 它的相差 我们假定它是Delta 那么这个弧形的长度 跟这个长度一样 E total N倍的10 OK 那么 假定 相邻两个光源之间的相差 是Phi角的话 它比它多了一个Phi 它又比它多一个Phi 它又比这个多一个Phi 因此这个Delta 最后一个比起这个来呢 要多了一个N倍的Phi 那这个Delta等Nphi 就是这个霞峰上元跟下元的总相差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总相差P等于多大 总相差的IP等于多大 或者它的EP等于多大 先算EP EP的平方呢 就是IP 这个弧长就是E total 对不对 这个就是EP 那这个EP等于多大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弧形的区域中心 区域中心 那么这两条线就是这个弧的半径 弧的半径是等于E total over delta 为什么呢 因为半径乘上这个角 好就是这个弧长 你看这个成Delta就是E total 所以半径是这么大 那么EP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垂线 这两边是一样大的中垂线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看 那么这个 这一批 EP应该是等于 这两段的和 这一段跟这一段的和 那这一段的长度等于什么呢 这一段的长度 是等于这个E total 成上 E total 就是Tangent 2 Tangent 2 Delta Tangent 2 Delta 要等于 这个 比上它 这个比上它 那因此呢 这一段呢 就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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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乘上 2 Delta 2 Delta OK 二分之Delta 那么它 我看看这有没有写错 你看我看看 一批 是等于两倍的这个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应该是 二分之 一 total 乘上 你看看 Sine 这个长度是等于 对 这个角 你看 这个长度存上Sine的这个角 存上Sine的这个角 就是这个长度 对不对 就是这个长度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 E total over 2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要稍微改一下 那么两倍的E total 本来这应该是 Delta over 2 那么 Delta over 2 这个二分之Delta 这个二分之一 就是写到这里来变二 那我们现在 可以把这个 回复刚刚那个情况 就是 E total Sine 二分之Delta 然后Delta over 2 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批 这是一批 OK 那么Delta 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知道 Delta就是 上元 跟下元的 相差 相差 跟上元 跟下元的 路径差 光径差 路径差 在真空里面 路径差 就是光程差 有这个关系 2Pi over 11 overDelta 我说过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记住 Delta等于什么 Delta等于 Sine Theta 这要看前面那个图 前面那个图 它等于 霞峰的宽度 这张三 Theta 就等于 斜斜的那一段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Delta 2除过来 2分之Delta 等于 Pi over Alpha over Alpha 那么强度 就是 1P的平方 1P的平方 这个平方 乘上这个平方 那这个平方 一头的平方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 它的最大的 Intensity 这里我们注明一下 在Deflection里头的 最大的Intensity 那么这个 就是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那整个这个 就是 这个是 通常是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1的值 所以说 等于说 这个值打一个折扣 打一个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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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折扣是多大呢 我们现在把Alpha 用这个打进去 PiAlpha OverAlpha的平方 这个要记住 这个一定要记住 单瞎凤绕色 P点的强度 是等于 中间这个最强的 层上 记这个比较好记 SineAlpha OverAlpha的平方 Alpha就等于 这个要记起来 如果是 双瞎凤干涉的强度 它是等于 等于 最大的强度 成上Cosine平方 二分之Delta Cosine平方 我们写它的是Beta Beta 那么Beta呢 Beta是什么 Beta就把这个A 改成D就好了 改成D就好了 这两个A 一定要记起来 那么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强度 我们把这个P点的强度 跟这个Alpha 就是用这个函数 来画出图形来 我们发现 当这个Alpha角 趋于0的时候 你看这三趋于0 那么三Alpha就等于Alpha了 很小很小的时候 Alpha跟Alpha一约掉 就是1 对不对 它最强 最强 就是这里 这个趋于0的时候 最强 这个就是它的最强的地方 然后这个Alpha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Alpha等于90度的时候 这是一个极大值 极大值当时不是1 因为90度 这个是1 但是这个二分之π就不是1 二分之π比1要大 所以这个就比较小 所以强度就变小了 好 再来Alpha到π的时候 变成0 对不对 这个是π 这个随着两个 这个虽然是0 这个不是0 所以整个就是0了 就是这个地方 π的地方 刚刚讲的是 等于0的时候是这个 那么 它等于π的时候 就是它的极小 那么在中间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 好 再来 然后这个就到了 二分之三π 二分之三π就是这里 好 再来就是二π 二π又是0了 又在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 二分之五π 然后就是三π 在这里 当然这个对称的 这两边最对称的 这个图很出名 这就是 绕色的图案 绕色图案 好 现在我们看 我们看绕色图案 就是这个图案 IP等于0的地方 这里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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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些都是0 好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 条件写出来 是0的地方呢 就是α等于这个 要等于mπ mπ就是等于正负一 正负二 正负三 这个负呢也要 但是m就是等于0 就不可以 0的反而是最大 OK 所以我们就得 在丹霞峰绕色的图案里面 它暗闻的条件 产生暗闻的条件 就是这个 这些 α是等于mπ 那么Asinα呢 把这个π 曰月料 就等于mλ Asin AsinC 再等于mλ 这个是量纹 量纹 当然这个m还是正负都有 正负都有 OK 这个正好跟我们 双霞峰的干涉当中 量纹的公司很像 双霞峰干涉量纹 就是D sinC 它这个mλ 它是D 是两个霞峰之间的距离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图案 暗闻的条件是这个 刚刚讲过 m等于0的时候 是最量的一条纹 就是这个叫做中央主体大 在中间的这个 是一个量纹 叫中间主体大 所以当m approaches0 ψα 趋近于α 中央主体大的强度 这个时候就是m等于0的时候 强度 就是等于 就是这个 这个等于 这个趋于0 然后刺激大呢 刺激大出现的这个α值 那就是α 那等于什么 2分之3π 2分之5π 所以它是 π乘上m加上2分之1 这个m量是123456 1等于1来就2分之3π 等于2的时候 就是2分之5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产生量纹的条件 量纹的条件 这个是产生暗闻的条件 那么 这个是用这个α来表示 那么如果说光层差呢 那就a3θ 那其他呢就等于正负m加2分之1 lemona 这就是暗闻 这个是量纹的条件 好 那么 看这个图 这个图我们画的是这个样子 这是表示强度的大小的关系 并不是在屏幕上面 你看不出这么一组曲线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区域最亮 这个呢 这个呢 比起这个呢 要暗得多了 但是比黑的还是亮 这个地方呢 就更暗了 这个地方又更暗了 再来分不清了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用函数曲线来表示它强度跟θ的关系 我们把m等于123带到这个地方来 123 m等于1 在这里 m等于2在这里 对不对 你看这个m等于1 你看这个m等于1 就是第一个次极杂 第一个次极杂 第一个次极杂 这应该是1了 这个m等于1 可能这个应该是1 可能这个应该是1 我看看是1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不管是m等于多少 这一定是整数 对不对 一定是整数 123456 那么这不是2分之3 就是2分之5 就是2分之7 那么这个呢 整个函数值就是正1 或者是负1 平方以后呢 这个就是正1或者负1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照这个摆在这里 然后平方以后 这个就变成正1 那这个平方呢 在括弧的平方 π的平方 就是这个 m等于1 2 3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次极大的强度 跟主极大的强度 的比值是这个 那这个m就是看 你是第几个次极大 m等于1就是第一个次极大 m等于2就是第二个次极大 那我们现在把m等于1 带进去 这2分之3 对不对 2分之3π平方 算出来等于什么呢 i θ 是等于 0.045倍的i maximum m等于2的时候 带进去 算出来 它是等于0.016个 主极大 m等于3的时候 变成0.0083 跟主极大 所以我们看到 即使是第一个次极大 它的强度 跟主极大比起来 那小得太多了 对不对 那这个更小了 你把这个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还不到0.1个主极大 因此我们可以说 次极大的强度 介绍于主极大的强度 绕色条纹的亮度 几乎全部分布于主极大之内 亮度全部在这里 这个就暗多了 这个就更暗了 我们看 绕色图案中 主极大两侧 介绍于两个 第一次极小间的距离 第一 这个就是这个 第一个极小 因为介绍于两个 第一个极小 应该是这样子 不是次极小 极小 这个跟这个距离 就这个跟这个之间的距离 是两倍的拍 它跟次极大的宽度 你看这只有拍 这里也只有拍 所以主极大的宽度 是次极大宽度的 两倍 两倍 看 这个是 M拍 这是 极小 我们说这个是 极小的地方 那么第一个字极大 是在α等于拍的地方 所以这个宽度是二拍 然后 然后这个 第一个字极大 跟第二个字极大 它的宽度只有拍 这个是二拍 二拍 好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 函数 当光源的波长 Lamna是定直的时候 次极大的角宽度 与辖动的宽度有关 就是这个 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 跟什么 跟 这个宽度 跟Sitta有关 跟A有关 跟霞凤的宽度有关 这个也有关 就是说 这个绕色图案 亮文的宽度 跟霞凤的宽度有关 有关 那么我们把这个写出来 我们就用正的好了 这是暗文的条件 Sin Theta 就等于 M Lamina over A MLamina over A 就是说 从主极大 到这个地方 它的Sitta角 Sin Theta角 是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角 因为它的宽度 是这个 Sitta的两倍 那就是等于 整个宽度 是这个的两倍 那M呢 是等于一二三 就是第一个 刺激 这个点 然后 第二个 第三个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看这个 我们现在看 第一个 M等于1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 极小 第一个极小 就是 主极大 两边为0的地方 这个时候 它的Sitta 是Sitta1 就是P点 到中央亮文 之间 相对 这个 霞峰 终点之间 夹着脚 Sitta1 我们这种Sitta1 用M等于1的 是用Sitta1 带进去 因为这个角很小很小 所以它就等于1倍的Nemna 主极大的宽度 是2倍的 这个 这个图 显示两个 很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霞峰的宽度越宽 这个越大 这个越小 这个越小 就表示说 当中那个亮文越窄 越窄 主极大的 角宽度就越小 如果霞峰的宽度 越小 这个就越大 这个就越大 这个宽度 就是绕色图案的 角宽度 就是绕色图案的宽度 你A大 就是宽度就比较窄 A小 宽度就比较宽 第二个 我们看 因为Sitta1 它是等于Lemna over A Lemna over A 它是这个关系 如果说 你这个宽度比波长还小的话 A比Lemna小 这不是大于一吗 三星不可以大于一 所以这个结果不合理 也就是说 A不能比Lemna大得太多 A不能比它大 宽度不能比波长大 你比波长大就看不出绕色图案 像我们如果说 这个房间灯通通关起来 窗盐通通关起来 这个门呢 开一个缝 外面太阳光照进来 不要用太阳光 用单色光好了 你在墙上看到的图案 不会有绕色图案 不会有明的暗的 不会有亮门暗的 亮门暗的 不会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A这门缝的宽度 比Lemna大太多了 大太多就是 它比Lemna大太多 这个太小也不可以 太小也不可以 如果说 A比它小 A比Lemna小也不可以 A 就说你这个宽度 太小的话 太小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越小 假定还没有比它大 没有比它大 这个值呢 这个越小 当然我们是看它 小于一的时候 它越来越趋近于一 这个角度 趋近于一 这个角度就是多少度 90度 那这个时候 你跟霞凤 到中间 到P点 跟中间那个角度 假90度 根本看不见了 整个前面都 都是这个亮门 旁边的暗门 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所以不能比 A也不能比它小 A 可以比它大 但是不能 比它大太多 不能大太多 大太多的时候 这个大太多的时候 这个太小 就说 那个霞凤啊 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窄到你根本看不出 它是一个霞凤 看了一个亮门 所以也不能比它太大 所以 那两句是 我们一定要记住 就是霞凤 霞凤 越大 亮门就越窄 霞凤越小 亮门就越宽 但是霞凤呢 不能比 波长小 可以比波长大 但是不能大太多 这个观念要记住 我刚刚还没有空讲 这一句 在某霞凤绕色突然中 若左右两侧 第一个极小的距离 是五点 这是n等一 五点二个mm 这个距离 其实这个距离就是 因为跟这刻的很近 就是霞凤跟 霞凤跟屏幕之间的距离 是80个cm 光波是5-60个angostrum 现在要计算这个霞凤的宽度 霞凤的宽度 那么我们就看看第一极小 这是极小 暗闻的条件 这是第一极小 m等于1 所以带到这个地方去 那么就是sin θ 因为这个θ很小 θ1很小 所以它麻麻糊糊糊可以看成tangent θ1 这等于y1 over f 那y1我们知道了 是5.2个 y1是5.2个mm 是5.2个mm 两侧第一 它这个是两侧 这一侧跟这一侧 极小间的距离 所以我们看题目 要小心这个 它并不是这里跟这边的距离 这个是指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但是我们算这个的时候 是只有没有一半 一半 OK 5点 我这个初可能画错了 这个Y1应该是从这里到这里 不是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是Y1 2分之一这么多 Lamina是这个 频率是0.8个 不是频率 这个是焦距 焦距0.8米 算出来 这个狭缝的宽度就是0.168mm 0.168mm 0.168mm 0.168mm